每ória,我都经常讲,牠有一只病到身体烂了 烂了很多 Green嵬都长虫,它不挞药 因为她是坚持守不杀身的 万一害怕,那个虫死了怎么办 所以,然后牠躺在那边念佛 吃一点点东西,土地都怕牠死了 弘一大叔说 你们不用管我 后来那个虫越长越大 结果黏不住他的身体 掉在地上 一般人说那就算了 他用毛笔再放回去 等那个虫变成 虫会变成蝶 各位米虫会不会飞 米虫长大就变成巧蝴蝶 米虫自己会长出来 然后等它飞了 宏医大师说OK了 结果它就恢复了 这个叫安忍 这个慈悲到这种阶段 所以当然很多这种 祖师大德的慈悲的故事 那各位不要耳根亲 这个人如果没有菩提心 你还是爱他回向给他 不是讨厌他 但是你不能接近他的思想 你要接近他 他会影响你 他会影响你 你就会变成那种人 所以我们所谓恶之士不是讨厌他 恶之士造恶业了 我们更加慈悲同情回向 但是不能接近他 因为接近他 你就退失普提心 所以各位一定要舍离 要清净善之士 要舍离恶之士 不然你就破三规一戒 你没有后面的戒了 所以我们在念三规 归一生 永离恶之士 清净善之士 不能感情化 今天你儿子是法师 我认识很多 弟弟是法师的 儿子是法师的 万一他出问题了 妈妈还是跟着他 姐姐还是跟着他 反正我家人比较重要 这个就没办法了 所以我就 你应该出了家 你要去一直真理 那不能说 自己的兄弟姐妹 所以我们一起犯错 也无所谓 就像说你四个姐姐都出家了 他们在做不对的事情 感情上我们是希望他好 但是你不能在那边出家 因为你知道那边是有问题的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要很冷静 所以生命可以死 菩提心 菩萨基也不能毁损 所以今天人家要杀你的头 你只要跟我一起贪污 你也可以得到很多好处 就不要这么坚持 如果你坚持 我就杀死你 你宁可死 但是各位 不要出卖佛教 不要伤害佛法 这一点永远要记住 老实说了 现在寺庙很容易做这种事 因为寺庙要盖 最好是搞纳古塔 纳古塔多少钱多少钱 大家又喜欢放 价钱又高 对不对 挤不进去 在台湾一个 两万五美金 还挤不进去 师父你不认识那个大法师 他干嘛 跟我拜托一下 我纳古塔爸爸要放那边 他不让我们放 我一听两万五 我说放我们这边好了 他说多少钱 不要钱 不要钱有用吗 没福报 有要钱才有加持 不要钱没有 他跑去那边看 还嫌我们不好 不要钱 但是这个就是他的恶因缘 人都是要这样 但是各位 我们不能这样出卖佛教 就是不能为了钱 为了面子 为了感情关系 兄弟姐妹 所以我就必须要这样 那不行 所以我师父上给我讲 道场有道 你可以留 无道离开 但是你千万不要说 我为了在这个道场 可以做住持 做当家 错就暂时错 我就一起犯错 哪一天我住住持了 我才来改 来不及了 了解吗 就像我现在赶金颤 赚很多钱 等我庙盖好了 我就不要赶金颤 没有的了 因为这个恶因缘 已经照下去了 那你以后 避不了这个业力了 所以我想 私密因缘 不得犯戒 不能说念经要钱 那个要钱 利用佛教 这个都不行 我发现 很少人拿个佛经来问我 师父这句话什么意思 没有 没有的 连我们出家人也不问我 不好意思问我都比你懂了还问 人类因为自尊心 就不好意思去问 甚至根本不会问 为什么 因为从来没有看过经典 那问什么问 再一种就是 自己以为自己懂也不问 用自己的想法去解释经典 那不行 所以我想各位 你应该多问法师 法师不懂他更精进 这样就好了 我问的法师你不懂 不懂没关系 你也不要笑法师 法师 你跟我一样不懂 那我们一起努力 这样就好了 那法师也认为他要精进 不然的话 不懂医学道理 到处打针 到处说法 那不行 所以各位要 经常能够读诵 大乘经历都要 你不要懒惰 你也不要说 我读一部经就好了 我在美国一个地方 给我说只能读那部经 其他情统不能读 有这种地方 我下回不用来了 我跟那些信徒 来来来来 来我们这边好了 我不是抢 我是告诉他 那个地方有问题 告诉人家 可以读这个经 不能读那个经的地方 你就不要去 因为都是佛讲的 这个律 有解脱的 大乘的 什么律你都要看 这个菩萨皆是如此 依法不依人 这些经度 佛陀绝对不会告诉你说 你读这部经 其他不要读 佛陀有讲过 甚至跟他们说 只能读阿弥陀经 不能读药师经 天啊 他不知道阿弥陀佛 跟药师佛是同一尊佛 都是释迦牟尼佛显现的 所以就站在人的想法 但是经典写得很清楚 而且读还不够 问圣生意 譬如说金刚机里面 讲了一些我们看不懂 但是你要去了解 这句话什么意思 空不亦色 色不亦空 有时候不同于了解 但是不了解算了 不要了解 反正我就做该做的事就好 这样不行 你做的事还是很肤浅 你对经典的意理了解越多 你的功德越大 百千万一倍 你要这样算 也不是说叫我们不要做事 事可以做很多事 但是你要按照经典的法义去做事 才不会是人在做事 在家跟出家做的都一样 有受菩萨戒跟没受菩萨戒 做的都一样 那差在哪里 他要有法做根据 那我想显现在你面前的苦恼众生 事实上老实像我 我有一点 有一点没办法了 因为很多人现在有微信 有line 或透过别人 一下他妈妈 神比喻一下那个自杀 你一定要帮助他 所以我有时候 我都勉强自己尽量做吧 然后亏欠一个也不行 所以哪怕一块钱 十块钱 看到人家在护士供养三宝 我们知道谁 随力就是你有多少的姻缘 多少钱你就做 也不要勉强 别人出一万我出一块 因为我才两块而已 那随力吧 但是不能说不做 不能说不做 特别我师父告诉我们 出家人要做的比别人多 不能每天叫居士出钱 自己钱都放在银行 准备干嘛 准备还俗啊 我准备盖自己的庙啊 那就没意义了 你就越布施 那这个钱就越广大 不用烦恼了 这是世间的福报 孝顺父母没问题 净事师长 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 因为我自己看过 我师公 我师父 他收的土地都很多 但是能够真正去净事 我师父师公的 我发觉很熟 很熟 有时候老儿上还跟我说 因为他们没地方去 只好回来住一下 等他有地方了 他又不见了 这样 所以 因为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所以我想 但是话又讲回来 一个人 能够遇到善知识的师长 那真是他的福报 但就算你的师父 不是发菩提心的善知识 他是一个很善良 信因果的人 那我们福报就够大了 他不会叫我们做坏事 虽然他没办法跟你讲 甚深的菩提心 但是他可以鼓励你去学这个 对不对 他不会反对 但是我们要 特别老和尚 各位不要懒惰 像这几天在这边 还好了 不是很紧 但是也算课程蛮丰富的 但是各位就希望 你要养成这个习惯 多花一点时间 来思维佛法 最快的方法是 把你的工作当作佛法 这样就好了 你的每一个工作 都是在实践菩提心 是在服务众生一样 今天你卖橘子的 替人家卖橘子的 有十颗橘子 别人要来买 你一定先拿最好的那颗给他 对不对 因为这个你比较幸运 后面来的 不好意思 这个比较差 便宜一点 不然你不要买 到隔壁家去 但是你要 你要用这个 掌握每一个时间 不离菩提心 但是不能懒惰 也什么叫懈怠 做自己喜欢做的 不喜欢做的就不做 那也叫懈怠 了解吗 因为 万行无亏 你什么都要做 世间法 出世间法 经历论咒 然后你都要会学 你不能说 我做我专业了 其他我不做 那你也不能圆满菩提心 对这个世间 看得见了色身相畏处 眼睛看了 耳朵听了 鼻子闻了 那这些来了 那起心动念 你赶快调伏它 不要随境而转 所以要如此 因为这后面都是 事实上发这个愿 是保护我们的菩提心 保护我们的菩萨界 你没有发这个愿 也没办法保护你的菩提心 有些人很好玩 我也说某人 你有这个烦恼 你就改一下 没办法了 我就是这样子了 那你小小一个烦恼 你就断不了 你还断众生烦恼 你还让人家起烦恼 所以我想各位 这里面讲的不是光自己的烦恼 是众生的烦恼 你都能够用善巧方便 不是把它压掉 是善巧方便 让众生断烦恼 讲钱到容易了 老实说 我带人家放生 烟供供水 这个很容易 这个跟你内心层次 没关系 这是一个外在的福报 只是如果你懂得用这个 来修行这个祝言 不然为了点灯骂人多的事 为了排水骂人多的事 对不对 因为为了达到那个 他内心里面却起烦恼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自己的烦恼 众生的烦恼 你烦恼随时会起的 这一点各位一定要发源 因为菩萨不能说我是哪一宗哪一派 千万不要告诉人家这个 现在很多人很喜欢 我是律宗的 我是密宗的 我是净土的 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说法 所以我师父要求我们不能讲这个 我们这个传承不讲这个的 我们只有一宗 来 成活宗 菩提宗 因为你要广学一切 所以像我是流浪派的 因为我们师父师公的 要我到各个宗教国家 各个地方去跑 去接触 我不是去弘扬我的宗派 因为每一个宗教 每一个都有他最好的那一面 我们去学习 去节节善缘 那所以各位 但是一定要去把帮助众生的世间法 出世间法都要学习 不要偏哪一边 各位要经常念 各位最好把这个菩萨界 现在受完了 把它当做早晚课 好不好 每天念 念到自己都很熟了 而且真实在做 而且这个做的时候 最好你要你在你旁边要找一个 你家里的人头脑清楚的 帮你做裁判 哪一条有没有做 你不要跟他打起来 跟他闹离婚 我以前就这样 我在读书 我从我读到早上四点 然后我另外一个同学 我睡他家里 他叫我四点叫他起床 换他读我睡觉 我们为了要考大学 结果我几天我叫他 第三天叫他 他就跟我翻脸了 然后叫我不要在他家睡觉了 然后我就换他 因为人一睡觉 真的很痛苦 但是我这个人很准时 大家精进 我们要得到菩萨戒体 也可以说 恢复我们的菩萨戒体 也可以说 跟你自己的佛性 接到那个点 你终于接到那个点 就像电池 就要对得住 它就导电了 所以以前我们找不到这个点 每个人都在寻寻觅觅 到底做什么好 上班好 结婚好 干嘛好 好像心里都不踏实 不踏实 因为你没有接触到你的佛性 那你就会不断地迷思了 当然人都有迷思的过程 迷思的过程 不管造什么恶业 但是无论如何 你能够找到那个点 然后你恢复你的佛性 恢复佛性 你的业报还是要被杀死 那是无所谓 因为对你来讲 你已经找到这个点 特别是菩提心 你就尽未来去继续努力吧 最后一定可以成佛 只要不离菩提心 所以《华言经》说 离菩提心所造一切业 不管做大的善业 都叫磨业